衛權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 請發言開啟 各位現場的媒體先進大家好 我是衛權公司財務長兼發言人張梅煌 那今天我們在證監所召開 衛權的重大訊息說明記者會 首先我為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與會代表 那第一位是我們衛權公司的董事長 陳永清 陳董事長 第二位是我們衛權公司的執行長 蘇守兵 蘇執行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委任律師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陳燕熙 陳律師 第四位是衛權冷藏事業部副總 呂學軍呂副總 對於今天本公司衛權由案二審宣判結果 首先我們會請陳永清 陳董事長 代表衛權公司做衛權公司的聲明 接著再開放各位媒體記者的問答 那首先我們請陳董事長代表衛權公司做衛權公司的聲明 感謝社會各界對本公司油品案件的關注 對於私財法庭今日判決結果 本公司聲明如下 一 感謝司法判決還給衛權公司清白 至於產品包裝標示部分 我們尊重二審判決結果 對於這段期間引發的社會紛擾和不安 衛權公司也再次表達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我們將繼續強化內部控管 並持續過去在食安上的成果與努力 以更公開更透明的運作提升產品品質 承擔企業責任 贏得社會大眾的信賴 二 儘管過去三年來受到少部分網路及媒體 不當的軒然大罰及抹黑造謠 衛權公司上上下下 在新經營團隊的帶領下 仍然忍入輔重 堅守崗位從不懈待 一未曾忘記對食安的堅持 今日司法判決已終結 我們誠摯的希望紛擾就此告一段落 所有抹黑攻擊與惡意競爭都應該停止 三 威權公司以全面由專業經理人負責決策營運 並強化公司治理 且計較食品本業 持續精進食安再造工程 並與董事會設計三期獨立董事 卻設立審計委員會 協助衛權發展全新方向 在新經營團隊的帶領下 衛權公司已完成多項領先業界的食安成果 目前本公司所有工廠及產線 均全數通過SQF驗證 成為全台唯一達到這項標準的食品公司 我們不會停下腳步 將持續投入挑戰更高標準的品質與技術 在台灣食品產業的升級扮演重要角色 為消費者提供更健全的食安環境 四 本公司對本案相關損失 及本案因沒收新制施施之損失均於財報固列 二審判決結果 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本公司營運一切正常 以上報告 那我相信各位對那個判決的結果呢 可能也非常的關心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請我們委任的律師 那個陳律師呢 跟各位做一個大致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董事長 向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今天的判決結果 那麼這個判決呢 是由制裁院 制裁法院所做的判決 這個案子在起訴的時候 大概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關於所謂純油 添加銅葉綠素的摻混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調和油標籤 實不實在有沒有誤導的部分 在第一部分 純油添加銅葉綠素的部分 我們非常感謝制裁法院 其實時間很短喔 制裁法院看了很多的資料 那麼做了很多的調查 開了很多的庭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做成這樣判決 認定關於所謂摻混純油的部分 衛權公司是不知情 衛權公司的人員也沒有參與 也沒有所謂起訴書所說的 叫做漠視的犯譯聯絡 認定衛權公司無罪 這部分我們非常感佩 那麼事實上我們也發現 面對著一個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 制裁法院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花了這麼多的心力 有這麼大的道德勇氣 做這樣的判決 我們覺得非常欽佩 那關於第二部分 跟調和油的部分 那麼制裁法院今天的說明是說 因為衛權公司調和油產品的標籤 有讓消費者誤導 那麼調和油的內容 跟標籤所示的並不一致 制裁法院的意見是這樣 那麼因為調和油 你真正調和油的內容 是棕櫚油佔大多數 但是你的標籤卻沒有讓消費者知道這是棕櫚油 那棕櫚油吃太多 會對人體的健康有害 那因為你沒有適當的告知消費者 所以認為這個社有詐欺 那麼就相關的人員做判決 但是衛權部分 衛權公司部分是無罪 那麼關於這個標籤的部分 我們尊重制裁法院的認定 這是所謂法院職權的認定 我們尊重 但是就理論上來說 其實棕櫚油裡面的證據看得出來 衛權公司關於這個標籤的設計 不管是它上面的記載 關於成份表列所有的記載 其實都符合食品衛生安全所管理的規定 其實並沒有不實的記載 只是在整個的中俄的觀察裡面 制裁法院認為誤導消費者的嫌疑 可能會讓消費者吃過多的棕櫚油 但是這是屬於一個制裁法院判斷的問題 我們也無於尊重 那麼總的來說 衛權公司在這次的判決裡面 兩個部分衛權公司都是得到無罪的判決 那關於剛剛我所報告的那個調和油的部分 因為有涉嫌到所謂犯罪所得的問題 等制裁院也命令要三千多萬要來沒入 至於其餘的部分會發完衛權公司 我先在先報告如上 請問在場媒體是否有提問 接下來我們進行媒體朋友們的提問 那在這裡要先拜託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裡開記者會 我們代表的是衛權公司 所以我們僅能回答衛權公司有關的問題 那其他的公司以及其他的當事人的問題 很抱歉我們在這裡沒有辦法也不方便代為回覆 那請大家諒解 那現在我們就開放問題的提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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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的提問 我們來回答第一題 關於標籤的部分 我們有關食品安全衛生的規定 食品的標籤要做如何的記載 甚至於說你這個食品裡面的成分的比例 要做如何的排序 在我們相關的規定還有一些施行的細則法令等等 其實規定很清楚 衛權公司今天被認定調和有問題的這個標籤上面的各項記載 其實完全都符合衛生法令的規定 我們還沒有看到判決書的全文 但是從今天下午制裁院主審法官他的說明 我們可以聽得出來說其實這一點跟我們認知是一樣 並沒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記載的規定 唯一只是說整個標籤的通體綜合觀察 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 那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主觀的判斷 任何人去看到這標籤你會做怎麼樣的解讀 會有一個主觀的判斷 但是就法律來論該記載的 記載的順序項目內容 是符合食品安全衛生法令規定的 謝謝 關於那個前董事長的問題 我們就不方便替他回答 請問這場媒體還有提問嗎 那我再接著問一下 就是發生究竟事件之後 魏群的這邊的營運其實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這次這個判決結果出來的話 那會不會認為說接下來對於公司的營運 包括像產品的消費 也會回到一些比較正面的回答方面 我先這樣報告好 不管現在什麼狀況 此時未請的心情只有一個心情 怎麼能夠讓夏威澤對我們更多的信任 所以我們沒有去想到所有營運上相關的事項 只想到我們怎麼把事情做得更好 能贏回夏威澤對我們的信心 謝謝 請問還有要提問嗎 謝謝 我再接著問一下 就是因為你們先把這個提到是說 最近前幾年的 包括像王友這邊對於 魏群的產品這邊有一些 文藝的狀況 那我們了解到說 前一陣子 魏群這邊對於王友這邊的一些 文藝也有提高 不知道現在的進步怎麼樣 那未來接下來 如果說還有類似的情況 還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去 我想這樣說 很多的網友或網路上的 對我們的一些 姑且批評 指教 我覺得站在未前是一個食品大廠的立場 我們都悉心的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就告一個段落 我們也誠懇的去拜託所有的朋友們 讓魏群能夠好好的在食品上 做一個食安的先鋒 來鼓勵我們支持我們 這是唯一魏群應該做的事情 謝謝你 請問還有提問嗎 如果沒有提問的話 今天記者會到時結束 謝謝發言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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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